的好玩之处就是可以能人所不能 不是说要做超人 只是多些机会做平时不会做 或者很少人做的事 这日新生代旅游达人罗佩芝 因为拍摄香港开电视节目 旅游达人制游香港 而有机会尝试着旗袍 一着上身的一刻 他自觉自己摇身一变 变成电影的女主角 大家都很熟悉黄家卫电影里面 2046或者花样年华 尤其是苏麗珍的造型 都会觉得很有那种传统女性美 又或者是汤围 就是她们这一类型的女性 穿完旗袍之后 真的可以把女人的味道散发了出来 所以我自己也有幻想过 自己会不会有一天可以穿着旗袍 像她们那样 不穿红唇膏 然后变成了另一个人呢 其实我今天穿完 我都觉得自己很不像我自己 因为平时的我是没那么 feminine 可以是喜欢玩 喜欢无厉害一点 但今天我就觉得穿了这套衣服 整个气场都好像不同了 要成为电影女主角 又并不止穿着旗袍发梦 Gianne真的有付诸行动 好好学习演技 向着演艺之路奋发的 其实这几个月都很开心 亦都有一些广告 一直都有Casting 或者是试着不同的东西 我也都有去上戏剧班 去增值自己 希望上完这个班之后 其实听导师说 他们可能都会安排一些演出 或者和其他导演有些合作 我自己都会想在这一方面 试多一些和发展一下 如果有机会 自己最希望和哪一个男人合作呢 李安立道 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和李安立道拍摄 就算我做一个小角色 也不要紧 他真的很棒 除了要训练演技之外 Gianne还要争争肥 才可以 因为拍摄现场 仍有不少工作人员都惊讶 Gianne真的太瘦了 所以为了健康 她说今年都要增肥才可以 他要训练 是做得到的 这就是做得到的 做得到的 这就是做得到的